登入自己新建的帐号 跟建立一个协作平台 这时候呢我们要点选 Chrome浏览器在这边按滑鼠右键 那现在Chrome浏览器呢 Chrome浏览器可以针对 不同使用者不同的版型 点选Google Chrome 这时候我再点选一个新增一个加 登入 这时候呢我就把我电子邮件打进来 好 接下来打密码 如果密码忘记 资讯组长可以把它还原 所以学校管理最大优点 如果个人版的账号忘记密码 这个账号就没救了 所以学校管理有个好处 那第一次启动再点选接受 好再按Next 同步 是启用 那选个简单颜色 预设值就好了 来不点了 就这个就OK 完成吧 放大一点 这时候呢我们要来建立个人的网站 那怎么做呢 点选九宫格切换到云端硬碟 在云端硬碟这里呢 点选新增 这时候点选 慢一点 新增 更多这边就有协作平台 跟各位报告一下协作平台是一个专题网站 那我把点选起来吧 因为我只要做很简单的示范 来 我这边打个 专题网站就好了 好,那名称呢 蝴蝶介绍啦 用专题感觉怪怪的 蝴蝶专题网站 那起来 OK了解了解 来 这个是 给网友看到的画面 那如果打名称 请你在这边 这里 OK吗 这叫蝴蝶专题网站 那时间的关系呢 我就做很简单 做完以后呢 接下来做什么事情呢 发布哦 假设我全部做完了 我们点选发布 那要求你网站的名称 前面这边呢 Sidegoogle.com 好长的呗 打一个 VUTTER FLY Butterfly007好了 那再点选发布 那这边看一下哦 这边看一下哦 谁可以查看我的网站 目前只有 网西国小人看能见 其他人都看不见 这边要点选什么 管理 你看见了吗 这时候呢 他说呢 这里要变更 变更 要变更 变更什么意思呢 这里 要先发布出去 这边要改这里 改这里 要选哪一个 公开 有看见吗 如果你没有设公开 只有 网西国小的账号 才能看见 所以做完网站 任何人都看不见 所以要点选这个 再来点选完成 确定了 再点选 这边就变成 所有人 看见吗 再点选发布 发布 还没完 发布 再点选一次吧 发布 这时候呢 确定 没有任何编辑 因为没有什么修改 那老师 做完长什么样子呢 这边是发布 要点这里 点箭头 再来看 查看已发布的网站 我们刚做了 我们刚做的非常非常简单 就在这里 就是这页 那这个呢 网址就在这里 老师看一下 网址呢 就上面这一排 我贴在记事本给大家看一下好了 这个键 你也可以来看一下 在哪里呢 在这个共用地方看一下 你从这里设定也可以 做完的时候 记得在哪里呢 变更的地方 我们刚刚已经改过了 其实我们刚在发布的时候 点选就点这里 再点选变更吧 这边 我重新老师提醒大家 预设它是只有 学校的单位看得见哦 所以做了网站 不是要给自己校内看而已 要给 所有人看 就要选哪一个公开 这样了解吗 再点准完成 那下次开起来呢 按两下打开来 细节我们就不多说 这个协作平台做专题网站 是还不错 你可以点选设定的地方 这边还可以改一些内容 部分 这边共用上有点多 那这里呢 发布设定可以进来再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网址 这就是我们的网址 这就是我们网址 你只要把这网址呢 复制到任何 地方 来 Ctrl V贴上 当然这网站要做得很精彩了 下次 做一个简单的示范